人生的改变,重新的幸福 来听阿国的故事 你好,我是邦恬恬 这一集故事的主角是阿国 他下来时就最贼在 生活在纸醉金迷酒色财气中 不论家人怎么样的劝 也无法让浪子回头 一直到了四十岁的那一年 因为一场病痛 让他对人生彻底的觉悟 获得了重生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他的故事 人生的改变 阿国的故事 阿国哥 上次拜托你的那一件事情 安娜 我挺你 这样我就放心了 在道上混 做特种行业 监狱进行出出好几次的阿国 可以在短时间内就赚进大把大把的钞票 他把重心都放在他的事业上了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应酬跟处理不完的事情 把亚迪看得比家人还要重要 亚迪一句话 他就是挺到底 跟老婆孩子 却是渐行渐远 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却是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你再这样下去 我要离开你 带着孩子离开你 你别乱逃跑 我要让我们的孩子有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成长环境 随便你了 阿国花钱如流水 挥霍无度 过着不知节制的生活 也让他染上了许多的坏习惯 他万万没想到 这些看起来没什么的习惯 影响竟然会这么大 让他的人生产生了莫大的改变 阿国 你是怎么了 没什么啦 嘴巴怪怪的 你怎么吐血了 一定是吃槟榔害的了 民国96年 阿国40岁 平常作风干脆带肿 面对疾病却是逃避否认的他 在三姐的拐片下 终于被逼着去做了检查 虽然阿国早有预感 应该是罹患的口腔癌 但是一直到亲眼看到检验报告 他才决定不再逃避 勇敢地去面对 并且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医生 医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也不必去问我老婆了 不用去吓她了 没想到 阿国一进开刀房 就是二十个小时 出了手术房之后 醒过来照镜子一看 他真的是傻了 那个时候 不是看到脸变形 而是看到脸上插满了 大大小小的管子 像个外星人一样 除了身体的痛 阿国的心里也满是感慨 从他生病到现在 那些平时说是 没有一个来看他 或是问候他一生 反倒是 对他失望到要离开了的老婆 在他生病后 反而对他不离不弃 一直陪在身边 细心地照顾他 老公 你的皮肤很干燥 我帮你抹凡士林 老婆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用 拖累到家人 别这样说嘛 我们是一家人 家人的爱跟关心 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资产 阿国的人生绕了四十几年 才体会到这个 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真正的幸福 原来就在身边 重生的幸福 阿国的故事 他过去的故事 你已经知道 他现在的心情 由他自己来分享 一场病 让阿国的人生 瞬间变色 走过生死的关卡 他变得更懂得 爱惜自己跟家人 把握活着的每一天 我现在想起来 我都还很害怕 那段日子 那还好 我撑过那个时间 一直撑到现在 我会尽量 好好的导养我自己 让我可以活得更长 更久一点 许多人生病了 会怨天 但是阿国却反而谢天 谢天 让他能够及时觉悟 体会到家的重要性 现在他最想做的 就是尽力去弥补 过去对家人 所造成的伤害 我不会说 很挤人 有点说 我剩你几年 怎样怎样 我还在想说 我要多活几年 我要多陪陪我儿子 多陪陪我太太 陪陪我的父母 以前失去了太多太多 一直在那个 急这一程式的那种 观念里面 生活太久 给他们太多太多的伤害 一次又一次的心痛 那经过两年多 自己也成长了 我也觉得说 得这个病 对我来讲是加分 让我对人生 有另外一种领悟 人家讲 以前讲家庭 真的都是地风港 你最无助 最怎样怎样 只有家人 会这样子当你 尤其是那种 无怨无悔 其实我现在讲说 一个人得定 三个家庭 跟着策略 这个策略是我造成的 我现在要难难弥补 怎样弥补就是 走正向 我应该感谢 我生这个钉 让我看清了 非常多的事情 阿国不幸罹患癌症 却幸运地找到幸福 来自家人的 这份爱的力量 让饱受病痛折磨的他 反而对生命 充满了期待 幸福 就在你常见 我以前都还在 在乱追 追着那 自以为是的幸福 原来幸福就在常见 就是你贵贵贵贵的就好了 那就是幸福 真的 我以前也都风光过 轻贵过 赚过太多钱 也花过太多 那个都没有什么 现在小姐 其实一点都不幸福 原来在家里 是最幸福的一件事 那我是觉得说 我最幸运的是 我太太一直在我旁边 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力量 我觉得我是一个 很快乐的癌症定人 因为我是找到真正的路 幸福一直都在我旁边 我现在哪天期待的是 李在五快点来 李在天不要来 因为李在五我要去接小孩 李在天就来 我儿子就可以一直跟我在一起 人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阿国带着破碎的脸走向人群 希望能够让更多吃槟榔的朋友 在看见棺材之前 能先照照他这面镜子 这种都是 没有打到身上 都知道痛 我也把我之前的 就是开完刀的一些相片 给大家看 有时候我在看到我朋友 我都跟他讲 你一直看到镜子 你在吃 我就是你的镜子 人家就懂了 那也是希望大家真的 不要找那些借口 这些东西要赶快戒掉 当你一得了这个定 你整个后面是都完蛋了 走过荒唐的岁月 阿国在人生的转弯处 发现了幸福的所在 他也下定决心 要在有限的生命里 用心守护属于他的幸福城堡 我最幸福的事就是 带着我太太跟我儿子 一起去骑脚踏车 这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 可以跟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在一起 你看到你的儿子在前面骑脚踏车 你在后面追他 我啦 好几次都流泪了 因为我觉得说 原来这个就是幸福 不是我在外面追求的那种幸福 这才是真的幸福 然后等到我跟儿子骑脆回来 就看到从那一个傻傻的女人 当我们两个擦汉 我有时在想 一定要生的定才要有这种感觉 那这个代价真的太大 可是我觉得很滑得来 因为我都得这个定 我得到这种感觉 有时真的会想 上帝给我的礼物 就是一个天真的小孩子 跟一个公公的老 我还要讲 那个就是幸福 真正的幸福 不是在于拥有多少金钱 地位多少的脚肉朋友 而是家人的陪伴 一场病让阿国失去的兄弟 却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这或许是老天爷 要给阿国的人生课题吧 宾仁南迈部健康和幸福 祝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